听说华人在美国社会会遭遇这个玻璃天花板 那你们在美国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父母一直说 从来没有这个glass ceiling 你就是自己找一个方向走 然后你就往前走 我跟小兰你这么讲 他在到美国的时候年三年已经 英文一个都不懂的 美国学校还吃 始终开他玩笑 那妈妈跟他讲 他们他们的是女主女的事 三年级的时候 才到人家起屋的 四年级的时候 他就去他去站 那么七年级的以后呢 大女儿学校毕业了 大学毕业了之后啊 总是希望他们到我公司当两业 据说他当时到您的这个家族企业 特别能干是吧 所以两年时间就赚了有一百多万美元 那个是一百多万美元 有不得了的事情 他说爸爸 我不是国家要挣钱 他说他要我要 自己要出去 到人家去 那么我们就给他 通通福利的 让他出去 1983年 年仅三十岁的赵小兰 从五万多名报考者中脱颖而出 成为史上首位华裔白宫学者 此后赵小兰凭借出色表现 先后受到里根 老布什 小布什的青睐 在美国政坛一路晋升 2001年 赵小兰出任劳工部长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内阁的华裔 2017年 赵小兰再次进入美国内阁 出任运输部长 赵小兰改写了美国政坛的历史 并成为了美国华裔的典范 他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完全相信他 让他去死去 我说不如美国神残 从从做不到的 或者你其他都可以 这是部长可以的 结果没想到最后他真的做了部长 所以当时其实他是小时候 您的一句玩笑话 对吧 对 父母一直要培养我们 就是去外面试一试 闯一闯 他们一直有给我们机会 就是自己锻炼一下 听说安静很小的时候 您就让他去锻炼了 当时交付第一个船的时候 15岁 对 15岁就让他去 就是代表家族企业 就出席这个典礼活动了 对 当时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场 这个对我父亲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的场合 所以做过他的女儿 我很高兴 也是很兴奋 我记得我还是跟我自己说 要说得好 要我父母骄傲 然后我还记得我当时 就是穿一个小花裙子 我特别选的 然后那一天晚上 我就是上台发言 她是说别怕 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下一次做得更好 其实孩子的自信 可能有些时候呢 都是从小的时候 来源于家庭 小兰有句话 我能给你 有的人是说 跟我父母说 你们有六个女儿 好遗憾啊 或者什么的 然后我们小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很生气 然后我母亲是说 prove them wrong 也有人说 在美国如果有那么多的女儿的话 你有很多婚礼要付 然后我母亲一直是说 education is the best gallery 就有教育就行了 在你们的心目当中觉得家是什么 有没有家 我不会有今天